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民以食为天 大家都很喜欢吃美食料理 那我们出门旅游排行程的时候 不能少的就是一定要去吃 当地的美食 那不少的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就是吃在广东 广东人很喜欢吃也会吃 他们是世界有名的 那广州呢可以说是 中国大陆的美食天堂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呢 就要来带大家认识 广东的美食料理 这里的料理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今天邀请到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哦 欢迎今天来宾 可乐旅游苗栗门市的店长谢淑芳 欢迎淑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淑芳 好 淑芳也是在这个旅游业 有非常丰富的资历了 那就您带团的经验啊 到中国大陆这个地方啊 中国的美食很多嘛 那如果要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会是广东吗 因为刚刚讲说吃在广东这句话 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常听到 对 真的是名不虚传 如果以我们带团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也喜欢带到广东这个地方 因为吃的东西大家比较能够适合 口味也比较觉得大家觉得吃起来是比较习惯的 因为我正想问你跟我们台湾吃的方面 这些特色习惯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原则上没有什么不一样 只是他们多了一些像比如说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或甜品 跟我们台湾这边不太一样而已 烹调的手法呢 因为我们印象当中会不会比较重油重咸 口味太重 因为它有分好几个名系 所以每一个名系的菜色 菜的口味又稍稍不太一样 好 那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吃的东西啊 讲到食物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地理特色好了 因为其实饮食跟这个地理位置也是息息相关的 是的 对对对 那鼠方稍微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边 广东它属于怎样的一个气候呢 然后它附近又有什么样的这个 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有带来比较多特色的料理 OK 因为广东地属亚热带 所以它雨量非常充沛 然后世纪的话气温都非常的适合 所以它物产非常富饶 而且它又有全中国最大最长的海岸线 所以在像海上的海鲜类的东西 海鲜就很多 也是非常的丰沛这样子 好 那一般来说提到的广州菜 我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的去形容它吗 比较形容的话 我第一个会想到说 大家都会想到广东人 天上飞了除了飞机不吃 地上四只饺了除了桌子不吃之外 什么都吃 对 因为我觉得广东人很爱吃 也很会吃 所以他们各种食材都可以变成桌上料理 是 而且他们非常愿意去尝心尝鲜 对 任何有新的料理 他们都很勇敢去尝试这样子 好 那一提到广东我们会提到这个 洋茶 饮茶文化啦 接下来蜀芳就要为我们来介绍这个文化了 OK 一般的话我们刚刚提到 上个单元提到有三大名系的部分 那广州菜的话 就是我们一般比较接触到的 港式饮茶或广式饮茶 都是一样的 他们比较注重是原汁原味的部分 那我们的潮汕菜的话 是属于比较精致 那我们客家菜的话 偏重于稍微咸了一点 这是三大菜系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 那另外的话讲到广东人 广东人跟香港人刚刚讲的 猪海其实都差不多 他们都有饮早茶的习惯 每天早上的话就饮早茶当早餐 那当然就是要比较有空闲的人 那一般上班族的话 可能现在只能用假日的时间才有办法 对 才能这样子是享受啦 才有多余的时间 那所以他们还是像饮早茶的话 他们还是着重在点心类的东西 然后另外就是气壶茶 尤其他们喜欢喝这个潮州功夫茶 也有人喜欢喝普洱啊 铁观音啊 然后一些花茶类的东西 哇 他们的功夫茶的种类也是很多的 是的 好 那其实这边 那这样子听下来 他们特色 我觉得跟去香港旅游的经验 也是差不多 就是很多的茶楼 对不对 对 那茶楼文化呢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茶楼文化的话 最主要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你看的电影 其实跟实际上的香港人的 或广东人的习惯很像 有的人提个鸟笼啊 对啊 或者说就是先约个三两朋友啊 甚至就是有些上班族可能也是约在茶楼谈生意 这样子 是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茶楼文化 所以讲到这个饮茶就离不开 离不开刚刚讲的茶嘛 然后点心类啊 这些 那刚刚其实我们还有讲到就是 广东这个地方呢 它的海岸线很长 所以他们很著名的就是在这个海鲜的部分 那海鲜的部分有哪几个地方是比较有特色的呢 一般海鲜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到几个水产市场去 那这几个水产市场的话 最主要是海鲜新鲜 而且价格又比较公道 那在广州的话有黄沙水产交易市场 还有五湖四海交易市场 那另外南沙十九永 这几个地方都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水产市场 那深圳的话最有名的就是盐田 海鲜石街 就盐田街这个部分 也是整条街都是海鲜 那另外就是南澳雨村 因为深圳最以前还没开放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雨村来着 那另外珠海的部分就是一般我们旅客比较常去的地方的话 就是白藤头水产批发市场 还有朝阳市场 那另外像江门湛江这两个地方的话 也是有一些类似像这种的水产市场 它就比较像我们的新竹的南辽啊 这些渔港 碧沙渔港啊 这样你可以去买一些海鲜 然后请当地的人调理 或是直接到他们当地的一些大排档啊 那都可以直接享受最新鲜的海鲜 而且价格上面又非常的公道 对因为我们想说吃海鲜一定要吃新鲜的 是一定要吃活的 活跳跳的 活海鲜这就是招牌了 然后去到那边因为刚好临近这个海港 海岸线又在这边 所以其实他们海鲜新鲜度大家不用质疑的啦 对对对 然后刚刚讲到这几个地方 广州 深圳 珠海 也其实是大家还蛮常去旅游的几个点啊 是的 所以蜀方就推荐这几个地方给大家了 好 那我们这一段呢就先跟大家聊这边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回到多元族群分享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